電子帳單會有什麼好處呢 資源再利用就節能減碳 因為我們現在 發發用是一年大概才一萬噸左右 是 相當就是6.4個大安生命公司 採用電子發票的話 每次會給你3塊到5塊的優分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 舊地球大家好 我是劉若金 那個紙是我們中國人偉大的發明 有了紙以後 古代文明才得以傳播 可是紙到了現在就不一樣了 它變成發票 車票 鈔票 紙袋 甚至於紙椅子都有可能發生 紙以各種各樣不同的形態 出現在我們面前 可是又用紙就必須要砍樹 砍樹又會對環境造成沉重的負擔 所以我們這個紙用得很矛盾 你想一想 每人每天如果浪費一張紙的話 日積月累要浪費多少張紙 可是無紙生活 我們辦得到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討 歡迎我們的地球守護者 樂國環保隊 環保迷過台 大家 大家笑哈哈 我們是樂國環保隊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是四位大學室友 陳慕容在購買參考書前 會優先選擇二手書籍 謝忻如會將熱力紙 製作成便條紙重新再利用 柯采林申請電子帳單後 除了省下紙張還省下運送帳單的碳排放 而林詩婷在列役時會選擇雙面列印 不僅省資源還可以省錢 感情及默契都很好的他們 是否能成功守護地球呢 好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用紙造紙的專家了 我們大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的教授 彭元欣 彭教授 歡迎大家 彭元欣 大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兼主任 對於紙的製造過程相當了解 我們遊戲規則非常簡單 只有三個關卡 三個遊戲 但是你們一定要抱著一個精神 就是一個都不能少闖到第三關 所有我們的守護者都留在守護區的話 就可以成功地把我們看起來 紅紅的天空變成涼爽的藍天白雲了 但是要注意 每個遊戲都有可能會有隊友進入加油區 到了加油區就不能參與遊戲了 只能幫自己加加油 幫隊友加加油 同時補充一下知識啊 後面很多書啊 好 要注意 了解了嗎 馬上進入我們第一個關卡 問答題 第一 第一單元 分成八大主題 即一題低球守護題 四人輪流隨機選擇六題 各自計分 總分將決定離開隊伍人數 到加油區補充知識力等待救援 問答題八題 選六題 請選題 第二好了 第二題 請出題 低碳城市題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分析 亞洲綠色城市排名 請問相連合者在交通運輸項目方面 表現最佳 一 韓國仁川 二 日本大阪 三 台灣台北 四 印尼亞加達 哎呦 這個問題其實真的不是很簡單 但是我也沒辦法提示你們 所以你們就自己一搶吧 來 請作答 請解答 二 日本大阪 日本大阪交通運輸網絡 覆蓋範圍每平方公里 達0.62公里 據統計 大阪居民的交通需求 有32%搭乘電車或捷運 27%靠步行 23%以自行車代步 需要自行開車比例僅15% 搭乘公車更只有2% 好 第二位 我看不到你 請選題 5號 第五題 請出題 無毒生活題 略指地溝油可能具有哪些毒素 一 黃麴毒素 二 重金屬 三 氧化膽固醇 四 以上皆是 地溝油 太惡劣了 收水油 太過分了 請作答 請解答 四 以上皆是 對黃麴毒素 略指的地溝油 可能具有如黃麴毒素 重金屬 氧化膽固醇等毒素 對黃麴毒素 可多吃深綠色蔬菜 達到解毒效果 重金屬 則可多吃含維他命C的水果 如巴勒 番茄 奇異果 氧化膽固醇 就可以多吃五穀的高纤維食品 好 下一位請選題 我選第一題 第一題 請出題 環境污染題 在台灣哪種紙張的印刷用量 造成每年需砍伐八萬棵樹 其長度甚至可繞地球四十六圈 一 一次性紙杯 二 購物紙袋 三 廣告傳單 四 紙本發票 哪一種東西真的是用了很多 用得很多 請作答 三三四四 有人選三 有人選四 不知道有誰答對了 請解答 四 紙本發票 沒有想到發票浪費我們這麼多資源 紙本發票 現在好像有好多準備發票對不對 我們來請專家告訴我們 現在到底有哪些發票 我想目前國內所常用的發票 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剛才提到所謂的紙本發票 紙本發票 依據財政部統計每年大概 使用值大概是一萬噸 那就照剛才講就砍掉差不多八萬棵樹 長度可以繞地球46圈 那第二個就是電子發票證明列 可是你還是需要用所謂的感熱來列印 第三種所謂真正的電子發票 就是我們消費 它會開的電子發票 那這資訊就直接傳到財政部 所謂的電子發票 整個服務平台 在雲丹保持 那我們可以使用的載具 包括我們的信用卡 手機儲存 那我們可以到便利商店去查詢 我們適合中獎 謝謝教授 謝謝 所以說提上多用電子發票 來個自動對講 很方便對不對 好 下一位請選題 第四題 第四題 請出題 環境與建築題 嘉義民行國小 運用何種節水措施 使2013年節水率達到45% 一 使用回收雨水沖冊 二 使用省水馬桶 三 使用腳踩式水龍頭 四 使用廚師積水澆花 哪一種節水措施可以省下 45%的水這麼省嗎 很厲害喔 請作答 好 1131 請解答 一 使用回收雨水沖冊 嘉義線民行國小 將大樓沖水系統 改為使用回收雨水 並先將雨水通過進化系統 再沖冊 改善一般回收雨水 阻塞廁所問題 造就出102年節水率45% 慕容請選題 我選3 第三題 請出題 自然生態題 當河川出現下列核種生物 表示其水質清淨 未受污染 1 無鍋魚 2 大肚魚 3 蛇蟹 4 台灣士兵 河川有出現這種物種 表示這個物種 表示這個河川是很清澈的 出現無鍋魚的話 就表示污染很嚴重了 好 我幫你們刪除掉一個答案 好不好 來 請作答 好 2234 這題的答案是什麼 請解答 3 擇蟹 用於政策河川之污感程度者 有藻類 浮游動物 水生昆蟲 軟體動物 環節動物與魚類等 這些都可作為河川污感之生物指標 好 最後一題 請選題 6 第6題 請出題 綠色能源題 世界綠能大學排名中 台灣哪一所大學 在2013年排名全球第23 1 國立交通大學 2 亞洲大學 3 國立成功大學 4 台北科技大學 這個大學應該是比較晚 深隔層大學的 請作答 請解答 4 台北科技大學 北科大連續三年入圍 世界綠能大學排名 2013年更排名全球第23名 北科大以設計學院上方的都市屋頂農場 以及讓候鳥有落腳休息處的候鳥驿站 受國際肯定 6題全部答完了 到底有幾位可以留在我們守護區分數是多少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1分 2分 3分 4分1位 5分 6分 7分 8分就2位了 9分 11分 11分 3分 12分 12分 3分 13分 14分 14分 15分 15分有沒有再來一位 9分 算了 算了 分數 可以有三位留下來 再看一下個別的分數 第一位得到4分 第二位得到3分 第三位得到3分 第四位得到4分 所以2號3號是第一分的同分 兩位有一位要進入加油區 要去請舉手 好 三個 進入加油區 得到14分的樂活環保隊 在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很可惜 柯彩琳要先行到加油區 為留下的隊友加油 並等待救援 而留下的三位隊員 面對接下來的二三單元 能否得到地球先生幫忙的機會呢 讓我們繼續為他們加油吧 地球先生題 你們知不知道 答對地球先生題獲得這個 呼喚地球先生幫忙的機會 會幫什麼忙 幫什麼忙 應該要幫對面的回來吧 加油區的 把加油區的隊友救回來對不對 好 所以很重要啊 因為這個到了持座題之後 人越多越容易過關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們三位都答錯的話 要過去也只能留下一位 但是要有地球先生 所以這題很重要 答對好不好 好 好 地球先生題請出題 地球先生題 下列哪一種費用 若申請為電子賬單繳費 每次可想三或五元的減免 請問是 一 勞保費 二 電費 三 健保費 四 燃料稅 到底是哪一種你們討論一下 彩琳你覺得是幾 他比的那個數字你們看到了 他在加油區喔 好 他的答案能不能值得參考 我不知道喔 好 請作答 請解答 二 電費 恭喜答對 恭喜你們得到地球先生 好 我們來問一下專家 這個申請電子賬單 會有什麼好處呢 資源再利用就節能減快 因為我們現在 發發用數一年大概才一萬噸左右 是 相當就是六點四個大安生命公園的數量 包括像剛才講的 電費單或水費單 假如說你 採用電子發票的話 每次會給你三塊到五塊的優惠 可是要注意喔 這優惠到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三號就節止 哎呀 電信業者啊 或是說信用卡業者 也推出 叫你申請電子賬單 他可能會給你披薩卡啊 或是給你一些點數啊 或是一些折扣等等 對 對 所以呢這個把握很多的機會啊 把你的賬單通通變成電子賬單 既環保自己可以得到一點小利益啦 謝謝教授 好 我們也恭喜我們樂國環保隊喔 在這個地球先生題呢 得到的地球先生 還有三位守護者呢 還在我們守護區 要跟著我們進行下一關 影片題要仔細看啦 答案就在影片中 請看 必須啊 你能想像手中的車票 或是電影票 都變身成為電子紙嗎 工研院研發利用膽固醇 易經技術顯示的電子紙 並採用熱血的方式 將資訊呈現在電子紙上 而上面的資訊是可更動的 如此一來就可以重複再使用 除了發揮創意更要經營客員 一間醫美診所就是團隊的客戶之一 就是醫美它強調的是一種科技 還有一種美容 電子卡的標籤紙機還有電子卡 它可以強調出產品的一個科技化 電子紙應用在會員卡上 能記錄就診資料與各種備忘 一種貼心的服務 也減少了備忘錄紙張的使用量 以前就是我們客人很常都會忘記說 就是有約哪時候的時間啊 然後現在有這張票卡 它只要從包包拿出來一看 就知道說我約滿我有約明天 或是有約哪時候 就省去我們還要再打電話 提醒他的時間 就也省了那些紙張的浪費這樣子 電子紙的誕生改變一種生活態度 但無紙生活的落實 卻需要你我一起來實現 影片第一題請出題 電子紙是利用何種技術來顯示呢 請說一遍 膽固醇一經顯示 膽固醇一經顯示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金小生表示答對了 太擔心了 好 我們看一下解答VCR 工研院研發利用膽固醇 一經技術顯示的電子紙 好 影片題第二題請出題 電子紙是透過何種方式 將內容寫入 知道嗎 不講話比比看 這樣子 答案是 熱血 熱血 我是熱血青年 不是這個熱血 是用熱的原理 來寫上去的對不對 請問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 趕快來看一下 解答VCR 並採用熱血的方式 將資訊呈現在電子紙上 而上面的資訊是可更動的 趕快來問一下專家 我們除了這個電子紙方面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來審 我想從大家平常日常生活 會碰到首先就是 你到UG銀行的客戶交易名氣 客戶交易名氣 有時候 你可以在螢幕列印 透過申請網路銀行 對 或是說線上APP 或是說固定去刷重症 對 那第二個呢 衛生紙或殘金紙 殘金紙可以用手帕 或是說毛巾來取代 對 在下就大多會碰到 車票可用郵遊卡 那高鐵票呢 是用手機下載QR Code 那在下大多會碰到紙杯 殘盒 你是能夠自備環保杯 使用 自備環保碗 用不鏽鋼 或是塑膠保鮮 使用 那最後呢 也是報紙 對 我想 新一代可能不太喜歡看書 可是喜歡看螢幕 所以說 你可以上網看報 或是用報紙APP的軟體 多人共享 或是用使用 好 謝謝教授了 可以選的地方很多啊 恭喜你們影片 兩集答對 不用有人到加油區 還有地球先生跟著你 一起進入我們下一個關卡 開不開心 開心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十座題 圈叉跳跳樂 請主持人念題目 留下來的守護者 立即跳到圈火叉 每答錯一題 就有一人要離開 四題結束後 若還有人留在場上 則算守護成功 好 好 我們的十座題 圈叉跳跳樂 我們一直在強調啊 到了十座題 人越多越容易過關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三個人的話 如果四個人是不是 更容易過關 有沒有道理 有 有 所以剛好你們的地球先生 要不要呼喚地球先生 把你們的隊友救回來 要 要 要救誰回來 柯仔麟 柯仔麟 回來 請就答題位置 第一題 請問 辦公室常用紙張中 感熱紙還有複寫紙 屬於紙類 可以直接回收 圈還是差 請做答 教授請告訴我們 這題的答案是 圈還是差 恭喜答對 請回到答題位置 第二題請問 銀印紙 消耗量大 選擇雙面銀印 少用一張銀印紙 可減少0.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 圈還是差 請做答 這是分擔風險的做法嗎 考慮一下 跨越這條小河的是我們的慕容 教授告訴我們這題的答案是 差 所以答圈的兩位 請進入加油區 教授幫我們說一下 一定是那個零點幾顆那邊 出問題對不對 對 沒有錯 他們可能失誤掉 對 少用一張銀印紙 可減少0.35克的二氧化碳排放 差了一點點 第三題請問 燒一公斤紙前 就會產生1.5公斤二氧化碳 並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和揮發物質 請問是圈還是差 請做答 答錯的話就守護失敗了對不對 答對的話還可以繼續對不對 請告訴我們 這題的答案是 我會選錯的 圈 好開心喔 真的很有把握 好 請就這個答題位置 回到答題位置 好啊 第四題 台灣有1000多萬外食人口 根據統計扣除紙杯 國內每年只餐和用料超過50億個 請問是圈還是差 請做答 請告訴我們這一題答案是 還是要很慎重的 圈 恭喜答對 來 請回到我的旁邊來 還有兩位加油區的同學 也都到下面來 好 恭喜我們熱活環保隊 守護地球成功 可以把我們看起來 紅了天空 變成了清爽的藍天白雲 好開心喔 其實我們今天說到這個 五指生活應該是我們的目標 對不對 我想這個我們從中長期來看 長期是有可能 可是站在短期來講 我們應該可以先考慮就是說 印刷數學用紙 目前像剛才展示 技術是已經可惜的 可是就可能的硬體 因為成本問題 有沒有辦法普及化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習慣 這個習慣如果能夠改變 對 就像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可能還是喜歡看報警 可是到他們那一代 可能就是只看螢幕看報警 所以一代也希望 趕快有更高的科技出來 取代了很多我們的用紙吧 對不對 好 謝謝教授 同時再度恭喜我們 樂國環保隊守護地球 成功 樂國環保隊在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失去一位隊員 但在第二單元影片題中 全部答對沒有再失去隊員 而在第三單元實作題中 憑著守護者的實力及默契順利過關 守護地球任務成功 再次恭喜樂國環保隊守護地球成功 可以得到我們經典雜誌一年份 還有我們核心協力 舊地球的環保鋪滿 來 我們請教授幫我們來製政 好 我們把這個鋪滿呢 帶回家繼續地省水省電 省下的錢呢把它存在鋪滿裡面 存滿了以後呢 再轉送給需要幫助的環保團體 謝謝教授 謝謝我們的樂國環保隊 同時更要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您的收看 我們預告一下 核心協力舊地球 馬上就要走出戶外了 更近的跟您介紹很多的環保知識 你想報名嗎 很簡單 四位我們的朋友 老師 同學 只要是好朋友 就可以跟我們一起來玩遊戲 跟我們一起來核心協力舊地球 我們下次見 拜拜